好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这个备注 这个备注呢 这个备注它如果及格就及格 那不及格 例如说它的平均分数小于60分的时候 我就要呈现在这边显示 就是不及格 那或者是说升级或者是流级 类似这样你的字眼出现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想到说用if来去写 可是if啊在这边如果你写好时候 if拿一条储存格小于多少的判断式 然后接下来要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BBA程式码里面 它不能使用 所以呢要写程式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下来看怎么写 所以就直接去聚集里面 自动计算2015.1215 编辑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好我们稍微大一点 我们接下来这个就要写说 if 哪一个储存格 应该是G2 G2这一格小于60的时候 然后我要去执行什么 那我的sales i2我就要呈现 例如说流级这个字样 或者是不及格好了 不及格那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了这个if是不是要给他end的if 好那你会说那这边就只能做哪一个 这边是不是就只能做一格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那个2改成i 他就会2做完 就是G2做完这个 这个是G2嘛 做G3G4 所以这一个要改成i 因为他是在 他是在左边 所以你不用去管他 好这一行就改好了 这边是不是要改成什么 i 就是说如果这个判断是就是G2小于60 这个时候i2就要呈现不及格 所以这个要呈现那个i 可以吗 这边完全不用把他什么加字串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只要你会用一符写就可以了 可以吗 所以等于说我们稍微再复习了一下if的写法 好我们现在就关掉 然后例如说姓名删掉 然后总分平均名删删掉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 他连备注都可以帮我们直接做完 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1101他这一次的考试是不及格 然后这边1101他这一次的考试不及格 可以吗 好那接下来就请你们练习动手做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建立一个按钮 然后到底什么叫办公室自动化 什么叫自动计算 因为我们这个句集就是为了写自动计算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通常我们做完这件事 所有的句集内容都写完了 那我们应该会以一个按钮的呈现 让别人找按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开发人员功能标签 底下这个插入 第一个功能就是按钮 好那我们来画一个按钮 例如说这个按钮我们连接 直接连接到自动计算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按钮的按钮1改成叫做自动计算 好 做成这个按钮太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你可以找那个学生 比如说我就找那个学艺鼓掌 然后帮我把每一次的小考登记上去 登记上去之后 好假设我这边我登记的内容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老师呢 老师这个时候只要点一下自动计算 全部算完 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资料更多 我资料多到 例如说很多很多笔 好例如说 101 102 103 104 105 好 14笔的资料在这边 70 90 80 60 20 80 80 88 82 83 85 7 2 62 80 90 40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你看我是不是就点自动计算 他有帮我算完了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所以 所以你只要找学生 把那个这次小考分数都登记进去 是不是 所有相关资料都跑出来了 这就是自动计算 而且自动计算呢 自动计算 非常 非常的 让 例如说 专业的人士也不用去做一些处理 就只要会点那个按钮 他应该会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事 这就是自动计算的好处 那你想自动计算 它最大最大的优点 绝对是提升 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让我们快速的去完成我们现阶段的一个工作 工作 好 请你们建立按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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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